我們最後一課這個會切的蠻多東西的 因為我們現在要開始這個學習 就是這些現在第四節課程式你看不懂會非常正常啦 但是我們要知道是有哪些地方我們可以改 你如果真的很想看懂的話 這個當然不是一天可以解決的啦 第一個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深度學習很重要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啦 大概從20大概2010年左右開始就這個就發展的非常迅速這樣子 那現在他已經非常強大了 他強大的地方我就不講了好不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這些這些我們都不講了 重點是這個如果啊你有一些很不錯的這個 你想要把這些這個之前有人從2010年到2017年有辦這個比賽 這比賽就是比起看啊誰的model預測真實世界的事物 預測比較準 那這個 比賽冠軍的模型啊你可以在這裡下載 這裡有非常多模型啊 注意我們一次下載就要下載兩個檔案喔 一個是參數檔 這個參數檔 他的副檔名是Promise Promise 的意思 另外一個是這個 JSON檔 這個是他的模型結構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裡有非常多模型結構 舉例來說resnet18 resnet18 這兩個檔案要一起下載 或者是你想要用resnex101 什麼 這一些模型代表什麼意思齁 這我們不太需要懂啊 總之就是 我們現在就要用這些模型來進行實際的預測 好那我們來首先啊 在這裡 可以打的 可以下載到一個RStudio Project 這一個RStudio Project 直接下載喔 直接在這裡 欸靠 這Github的長相怎麼跟我之前印象完全不一樣 好在這裡 Download Zip 好你Download Zip完之後啊 你把他解壓縮 你會得到一個 我們等他打開來 好 你會得到一個 我把他解壓縮到桌面喔 好你會得到一個 這就是一個RStudio Project 你只要點開這裡 好我懶得用等了 我不喜歡用這個 就是線下版的 我們來直接用線上版的 點開之後 你大概就會看到一個 類似這樣的畫面 好來到這裡面嘛 這個進來之後 進來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很多資料夾 請你點開UI這個資料夾 請你點開UI這個資料夾 點開UI資料夾之後啊 你會發現這裡面有 非常多package等著你下載 請你全部都下載完了以後 全部都下載完了以後 全部都下載完了以後 我們現在來做 這邊應該會有個 RUN APP這個鍵 直接按RUN RUN了以後 你應該可以開出一個這樣的畫面 然後啊 請你隨便丟一張 這個為什麼現在這裡只有 Cat跟Dog 太 這個看起來是已經被 已經被修正過的啦 直接解壓縮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這個應該已經被修正過了 好 這個是我桑捷克上完的殘渣啦 好啦這個 不重要啦 這個到時候我會把它改好 等一下你們把那個 夾縮完之後 這邊絕對不只Cat跟Dog 不過啊你們可以 隨便上網啊 隨便上網找一張 隨便上網找一張 這個Cat或Dog 或者是甚至其他東西都可以 舉例來說 我現在因為那個模型 只有Cat跟Dog 所以我就上網直接 隨便找一張圖 好我就找這張圖好了 另存 另存圖檔 你們應該 你們到時候的應該是 一個1000類的這個預測喔 所以你們可以隨便下載一張圖片喔 舉例來說下載什麼大白鯊啊 或是什麼都可以 好現在這邊是不是有一張圖檔 這邊是不是有一張圖檔 這樣可以嗎 我可以 剛剛我打開這個畫面之後 我可以browse把它上傳上去 欸你看他預測的結果是 Cat是100% Dog是0%對不對 好請你們開出這個畫面 並且 上傳一張你自己喜歡的圖片 然後去測試他 好不好 好我剛剛已經把我的那個 用好了 現在他出來的就是 中文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關掉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呃我們實際上 這整個APP他是怎麼運行的 好不好 好那實際上呢 我們完全可以把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的那個整個過程啊 就是 首先先把圖片讀進來 這個圖片現在在 image.test裡面 這image.test image.test 我們再來lesson4 image.test 好 lesson4 好 好這是大白沙對不對 好那我這邊還有 我這邊還有兩兩三四 還有二三四 這總共死 總共這幾張圖嘛 然後我們把二這讀進來看看 好二是太迪熊 好三是一隻貓 好四也是一隻貓 OK我們就這幾張圖 我們來玩一下好了 就是讓這個model進行預測 我們來看一下 在語法層面上面 我們要怎麼進行預測啦 好不好 好那一樣非常簡單 剛剛不是說 圖片讀進來之後 先做一個前出力 前出力就是resize 對吧 resize完之後 就直接把model load進來predict 來model怎麼進來 這個圖像需要進行前出力的 圖像進來之後 先把它變成normal image normal image要乘以25 再減掉128 之後我們才可以把這個model讀進來 這個model讀進來 好這個model讀進來以後 這個predictable property 就是我們 顯然就是我們這個 預測 它是第幾個類別嘛 它總共有1000個機率 我們想要看它哪一個機率最大 最大是第155 那我們來看第155是什麼 好這裡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這個檔案把它讀進來 來 Lesson 4 讀進來之後我們把它全部 他認為這個最有可能是這個獅子狗 我不知道獅子狗是什麼東西 你們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們換一張圖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 換泰迪熊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 預測出來 看到了它 百分四十幾的機率 認為這是一個泰迪熊 然後 百分三十的機率 認為這是什麼 擴編女帽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有 1000個類別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隻AI蠻好玩的 它 預測 你隨便給它一張圖片 它就可以做一些預測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 重新訓練一隻 貓跟狗的AI 然後我們把貓跟狗的AI 放到那個APP上面 這樣你是不是就可以 進行這個 進行這個預測了 那所以 欸同理喔 如果你今天手上有 假如說 男生 一堆男生 跟一堆女生 或者一堆 這個表情不一樣 臉的照片 那你們也可以 把資料收集完之後 訓練一個model 然後把那個model 放到APP上面 就可以進行預測了 然後這邊 demo一個 你們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黃傑是你們同學 還是學姐 黃傑是你們學姐 黃傑是你們學姐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它做出來的玩意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好這裡是 這個是 這個是它做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做出來的東西非常 這個它就是 跟你們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準備了一下 自己的資料 就是 它準備了這個笑臉 這個 這個生氣的臉 跟upset的這個 照片這樣子 好我們上網 隨便google 呃 有沒有人要貢獻出自己照片的 沒有人要貢獻出自己照片 好總之就是 這網頁也非常好玩 阿當然啦 我現在也可以隨便上傳一張圖片 好啦我就 上傳一張貓好了 看它認為這是什麼臉 喔它覺得貓的臉是angry的 好不好開玩笑的 因為它只能夠判人的啦 好所以說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就是 你可以把這個就是 呃 你覺得這個 有趣的影像 把它做一個整理 然後就可以訓練model 訓練model完之後 你把這個model 放到這個app裡面 你就可以進行分類了 好不好 好所以現在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model訓練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訓練 好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app要怎麼開這樣子 ok 好首先啊 我們先把這個model把它讀進來 注意我們訓練的流程喔 你們應該不太可能 重新訓練自己一個model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個 現有的model 首先 先清空 然後把 這個lesson4 這個model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我們把最後一層 換成兩個類別 注意這2是需要換的 如果你現在需要訓練的這個類別 是超過兩個類別 只要三個類別 你這個數字就要換喔 好這樣可以嗎 你這個數字就要換 然後 把所有的data把它讀進來 這個data讀進來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 欸這個 training image把它讀進來 然後 這個是24x24x3x200 那這個training的y就是 兩類別嘛 所以就2 這邊200 然後我們一張張圖讀進來 第一張圖讀貓 讀進來之後resize之後 把它放進 這裡 然後 接著 狗讀進來resize之後放進這裡 然後最後把這個training image 做一個normalize 喔我們這裡需要lesson4 好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執行完了以後啊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訓練我們的模型了 但是在訓練前啊 我們需要把所有的 參數把它填進來 這裡完全不用改喔 以後大家要改程式碼的時候 注意要改哪裡 這裡路徑要改嘛對不對 路徑因為 我們想要用的影像可能不一樣 不見的是貓或狗 所以這路徑需要改 路徑需要改以外 還有這個 類別數需要改 當然剩下的地方 是完全不用改的喔 這樣知道嗎 我們在 我們把要改的地方 做一個訓記好不好 要改的 need to rev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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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 因為你的張數 可能不只200張啊 所以這裡可能要做一些改變 好剩下的地方都不用改喔 剩下的地方 我們都不用改喔 接著繼續 好接著我們就做一個訓練 好訓練的時候 我們這裡啊 這個 我們訓練的時候 這個 呃我來看一下 我們 我把 一樣這裡 CPU你們應該只有CPU可以用 但是我懶得等了 所以我們就趕GPU 欸怎麼那麼久啊 好大家看到Rose一直要往下降 那這個my model就是我最終所產生的模型 那這個my model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們 我們在訓練完my model之後 我們要把原來這個model裡面有的這個 這個就是參數把它填進去 這個這些過程這個語法也是你們也是不能改的 我們反正我們就是用就對了 我們也不要管它 好那接著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圖把它讀進來我們試試看 就要說 百分之百它認為是 貓 百分之九九它認為是貓 百分之一它認為是狗 那這個我們把Cat and Dog看看 好這隻是狗嘛對不對 不過這隻狗是回頭的狗 我覺得它預測出來 認為是的機率 欸 因為它看不到臉 但是它還是認為比較像狗 但它沒有那麼肯定 對不對 那我們換一隻狗好了 理論上應該 這隻狗 我們來換一隻狗看 這隻狗看起來應該會肯定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欸靠結果它認為是比較像貓 好了 預測準確度 不見得百分之百都準確啦 我們再換一隻好了 好這隻它認為百分之百是狗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臉 這隻狗的臉是不是長得真的很像狗 好這看起來的確像狗多啦 好 所以我們這樣就訓練完一隻 人工之位模型了 好這個是 訓練完人工之位模型這樣子 好 那訓練完人工之位模型之後 我們怎麼把這個模型啊 放到這個 我們的APP裡面 這就是我們想要學的關鍵了 對不對 來我們今天學到了 這個mymodel 是不是我們 最後學到 我們最後拿到的模型 這個是我們最後的模型 我們要怎麼save這個mymodel呢 save mx.model.save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model save成 主要說這叫mymodel 然後後面我們說這是零 我們按一下run的時候 好注意我們在這裡 是不是出現了mymodel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mymodel 兩個檔案 我們把它 我們把它放到 剛剛這一個 這個project資料夾裡面的model裡面 把它放進去 現在在這裡 注意這裡model是不是出現了mymodel 看到了嗎 是不是出現了mymodel 這樣可以嗎 好出現mymodel之後 我們還需要產生一個 檔案 叫做 mycnet 這個mycnet 它本來是1000類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們要把它改成 把它改成只有兩類 第一類是cat 第二類是dog 這樣可以吧 好注意喔 現在我直接按我的app的時候 我現在什麼都還沒改喔 所以我直接按我的app的時候 它的預測還是1000類的 它的預測還是1000類的 看我要怎麼改喔 在global這裡 在global這裡 我們把我們本來要讀的model 本來我們讀的是 inception這個bn這個model 把它改成 mymodel 然後iteration 我們這邊改成0 這樣我們讀的model 就變成是mymodel了 這樣知道吧 就是我們剛剛訓練好的model 然後我們的sintax呢 我們改成 my sinset x25 除以 剪掉128 這個過程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只要改掉這兩個部分就好了喔 改掉這兩個部分之後 我們按wrong 現在是不是只剩下cat跟dog了 而且我們用的是剛剛那個model喔 我們現在隨便 換一張新的圖片來試試看 好看到了嗎 他認為是一隻貓 好我們先隨便換一隻 換個圖片來試試看啦 我們來試一下圖片好了 假裝我們換一隻狗好了 免得大家都覺得這個 我們在作弊 好我們就用這隻狗好了 我覺得這隻狗看起來不錯 另存圖檔把它存到桌面 然後 把那隻狗上傳上來 剛剛那隻狗在這 看到了嗎 他認為是狗喔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有趣一點好了 我們來 這個 我們來找一隻 最近覺得snooby蠻有趣的 我們來 我們上傳一隻snooby 讓他看看好了 大家 不要說我作弊好不好 我們選一張 你們要不要選一張 選一張snooby 那個藍色衣服的同學 看你蠻認真上課 你選一張好了 哪一張 第幾個raw 這隻嗎 這隻是不是 好我們把它 另存 這個png耶 這個不太方便 這個 我們好像jpeg比較方便一點 我們可不可以換一張 換一張這個好了 這也是png 搞什麼鬼啊 這也是png 好啦不然我們試試看png 可不可以啦 我要看一下我的 我的那個 我要看一下我的那個 程式碼裡面png 到底可不可以讀 啊不行耶 我只有 我只有用read的jpeg 所以不行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找一張jpeg 檔 定存 這也是png 怎麼snooby的圖都是png啊 總算就是jpeg了好不好 這個不好意思啊 不是我故意的 但是就是 因為我的那個app 這個只是寫一些陽春版的給你們玩啊 所以說這個 是 只能讀jpeg這樣子 好我們把jpeg 我們 jpeg 上環上來 欸看到了嗎 他認為stoke欸 這個有趣吧 欸我們有沒有貓的卡通啊 有沒有貓的卡通 有沒有貓的卡通 加回hello kitty 哈囉 kitty好 我們哈囉 kitty好了 我覺得哈囉 kitty比較這個 哈囉 kitty來 來選一張哈囉 kitty 選他好不好 希望他是一張jpeg啊 喔這是jpeg 好我們上傳一張 哈囉 kitty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欸靠他覺得是dog 好啦好啦我這個 我跟你們講 他準不準這件事情喔 我們還是要測試 但是畢竟我們樣本裡面 實際上是沒有 Snooby跟Holo Kitty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他實際上都是一堆真實的圖片 所以說你上傳這種卡通 當然準確度就比較不高啦 不過 如果你可以把樣本裡面 加入這些東西 他一定也會認得這些東西 這樣知道嗎 我們的深度學習的關鍵就是 只要你未給這支AI 足夠 多的圖片 足夠廣的圖片 未來你這支應用 有類似的圖片 他一定認得出來 這樣好啦 好那我們 今天的課 基本上就上到這裡啦 那我們就是給大家做一個實驗 然後把整個流程跑完 訓練出一個自己的model 可以放到自己的app裡面 隨時可以打開他 上傳圖片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好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來那個 大家開始實作